据华音市人民检察院 重庆72岁老人生病独自入院 因多名子女均不来看望 入院第三天伤心过度跳楼自杀 事后子女因为医院存在安全漏洞 要求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害赔偿等各项损失49万 医院认为不是随死随就有理 自身无责法院怎么判呢 该发生在今年2月中旬72岁的老人傅某 因为生病了独自住院 不知道父母与子女发生了什么矛盾 住院后子女均不来看望 照顾父母 住院当天父母喊来自认的表妹 陈某给自己啊 自认的表妹 这个有个意思 搞不好又是这个老年人婚恋 造成了子女之间的矛盾吧 给自己送饭 照顾自己期间 父母丞相陈某 讲述自己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但是却都不管他 哎 这个父母是个女性啊 不是这个 老年人的婚恋造成家庭矛盾 他不想活了 在家里曾多次自杀未果 哎 在这里还要说一下 这个婚恋也不见得都是异性啊 这次生病也不打算治了 准备一死了之 陈某文言对其安慰 劝导担心 父母想不开 后将父母的情况 告知了父母的大女儿 父母大女儿也没当回事 也没有去看望父母 也没有通知其他的兄弟姐妹 结果悲剧就发生了 悲剧发生了 呃 入院在第三天的早上六点多 父母在医院楼道里徘徊 后来走到楼道的尽头窗户处 是翻越窗户跳楼 后经抢救 无效死亡 事后啊 警方调查 排除了他杀 但是 父母的子女认为 父母在医院里徘徊时 没有一个护士 医生发现异常 因为 医院管理上 存在漏洞 要求医院赔偿 医院认为父母的死 与自身无关 但是耐不住父母的子女啊 一直闹事 后来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 答应先行赔偿父母子女 三万 后通过司法程序确定是最终赔偿 多退少补 什么叫最终多退少补 事后不久 父母的子女将医院告上法庭 要求医院 赔各种损失49万 就扯皮了 医院认为没责任 我说了好多的理由吧 都说是 没责任 没责任 最后医院返速要求 退还以前给的三万块 法院认为 事发当日 父母在医院楼道多次徘徊 期间 医院无一个医护人员 值班或者监控 值班 没有人发现这个 异常 上市了阻止悲剧发生的机会 存在管理不严的过错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次 民法典第173条规定 被侵权人 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 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 这个有什么意思 具体到本案 法院认为父母 父母精神正常 又成年人 照其跳楼死亡 结果发生的原因 又是多方面的 医院 医院方面过错 并非造成该结果的 主要原因 而是具有多应 共同作用 造成的异果的性质 且不能排除医院 采取有效措施 父母应决议 寻机会 跳楼的结果 发生的可能性 再者 父母子女 缺乏照顾 也有一定的过错 因此 医院判 承担10%的赔偿责任 法院最终认为 父母子女提出 49万众的 5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是没有实施依据 同时介于 医院 前期已经支付了3万 法院追踪 要求医院 再追加1.1万 就是这样的一个案子 评论呢 几乎是一面倒 都是批评 不孝 没有批评医院的 我觉得这里头 我不太支持这些个看法 我支持的是这个什么看法呢 就是在社会层面上 它有家里 家外 在家里面是一套 思考问题的方法 在家外 是另外一套 思考问题的方法 大家应该支持 这个弱势 向强势的这种 诉求 就是这个家属 向医院 赔偿 法院 还算是可以了 是吧 指出他医院 有一定的责任 所以按照我们这个 按照我们的这个 这个常识 认为医院 应该好像没有什么责任 是吧 但我觉得这个事 这种常识 应该得有点变化 如果在家里头说呢 我支持各种讨论 比如说这个 他们自己 自己讨论 你子女不孝 你父母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呢 其实你 做得不到位吧 这个父母 是吧 孝顺 他不是一种自由意志 不是说 我这个人善 我就笑 我这个人恶 我就不笑 不是这样的 恶人他也有孝顺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这种一种自然情感 没有太强烈的体现 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 那你子女就不孝了 等于父母 他应尽的自然的那个责任 就是 你这个善人才照顾子女 恶人不照顾子女 也不是这样的 是吧 好多坏蛋 他也照顾子女的 我觉得他是一种自然的责任 是吧 你破坏自然了 自然的责任都没做好 那当然给予这个 一定的观察 有个前沿和后果的问题 这是在家庭里讨论 那对于子女来说呢 如果即便是父母在 以前对你照顾的不好 他现在老了吗 他现在是弱势了吗 你子女长大了 你是个强势了 你是应该 不管他以前怎么对待你呢 还是尽量的 给他一定的这个保护和尊严吧 这是家里的可以讨论的这些问题 但是出了家门 那就是要讨论 谁强谁弱的问题 你医院是个强势的 那你 你各种设施 你为什么不搞好 是吧 你窗户 为什么不搞好 忽然 你监控啊 你一护士啊 你走来走去的 为什么 你们没有进行这些相关的培训 是吧 那你 你比如说你们都有相关的培训 也做了相关的规程了 你把规程拿出来 是吧 你说我们已经对这方面 也借了最大的努力了和关心了 我们应该没有责任了 你拿出这套东西 让大家评论嘛 你也没有嘛 你缺乏对病人的关心 那就要担责任 10%担的都不够 让他要尽量的 还是多带一点